3月10日晚,孙宏雷在微博晒出一张极限挑战男人帮一起聚餐的照片。 照片中,黄磊、黄博、孙宏雷、张艺兴、罗志祥、王迅,大家一起对着镜头举杯,场面相当的温馨。 而且看画面中的背景应该是在家中聚餐,不过照片中却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。 张艺兴的杯子以及张艺兴面前的三处存在都被打伤了马赛克,还有孙宏雷身上也有一处,连王迅面前也有两处马赛克,让人很是不解。 一群男人聚餐为什么会打马赛克呢? 然而孙宏雷晒照的同时却只是简单的配文写道,留人行。 随后王迅也晒出同样照片,还惹来王友调侃,人手一张这张照片,不过王迅还配文写道, 谁给我发红包我就给谁发,五马高清涂,商机无处不在,还分别艾特的几位好兄弟真的是相当有商业头脑呀。 很多王友也是纷纷喊慨,是抠门去没错了,简直一语中地,于是很多王友也纷纷喊话王迅表示要给他发红包。 就会发红包! 明镜留置 我们 precisamente儿公里hon助可以做的。 请爱后提醒醒大家最后走动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